巴噗巴噗 有沒有 那個tempo要對喔 你不能巴噗巴噗巴噗這樣不對喔 要巴噗巴噗 有沒有 這個節奏才是正確的 巴噗來了 海上的 準備聲音已經響起 開頭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這個熱騰騰的案例齁 今天下午那個 受害者 來店裡面找我 小師哥 我有遇到一些這個 案例啦 他那個不算是買 買中古車的案例 他是修車的案例齁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就是 很多人齁 你們自己如果有開車子啊 不管新車啊 還是二手車啊 你可能會加入一些社團 現在很流行嘛 對不對 汽車的群組 反正一些阿薩布魯的對不對 大家加入那些無非是什麼 得到一些最新的資訊嘛 然後跟這個 車友討論 喔我壞什麼 有車友 喔我也壞過 我跟你講你那個齁 你就去哪哪哪哪裡 找哪個師傅換什麼東西 很便宜齁 1200有沒有 你知道 那其實從以前齁 就會有一些這個 我這樣講會不會不好聽 就是有一些商人 就是會在這一些 車友裡面 然後可能從裡面 這也是他的職業嘛 齁 就可能在裡面 呃有的好 好心一點的 就會用便宜一點的價格 幫車友某一些福利啊 進一些改裝廠啊 齁 進一些改裝料件啊 然後一些 齁 反正就是團購之類的啦 齁 那有一些就是在裡面的 所謂的 專門在修車的什麼 那這個案例就是在某一個 車友的群組裡面發生的 這個受害者的故事是這樣 他一台車他就去修 我不要講廠牌 要不然就等下群組就 啪啪了嘛 對不對 他那時候看小獅的影片 然後看到我們都用一些 這個 KYB的避震器啊 他就覺得說 欸這個避震器小獅講不錯 就是這個彈性齁 還不錯 然後也蠻耐用的 蠻Q的 那他就想說 欸看小獅的影片 小獅都在換這種KYB 他也去換 然後呢 群組裡面就有一個講說 喔我跟你講 這個KYB的齁 我修理場有這樣齁 然後就講 好四隻多少錢 啊我不知道正確的金額啦 我先假設 啊四隻八千這樣 他說好我幫你叫 啊工錢齁三千 然後他就把這個一萬一 就匯給他了 結果匯給他以後 東西一直沒來 然後他就一直吹一直吹 吹到最後齁 受不了 好終於 凹不過了 跟他說啊你東西來了 那你到 這個哪裡的某一間修理場這樣 他車主車就開去 然後車丟著他就去上班了 然後欸 頂起來之後他就傳訊息來了齁 就說欸 你這個齁 如果只換避震器不會好 你這個底盤全部壞掉 三角架啦 三角架啦齁 什麼 拉 那個方向機 拉桿 三小桿 齁 寫了一大堆 然後說喔你這個 如果底盤用好之後啊齁 你這個 你的疊盤也不行了 來臨片也沒了 哇全部都要換掉 不然你光換這個避震器沒好 怎樣怎樣 結果 他說好吧那全部用多少錢 他說他全部用齁 他總共好像跟他收了 加避震器收了他四萬多塊 然後結果 真的錢給他了 用完開回來 屌囉 我跟你講 他花了四萬多塊 齁 換了避震器還是他傳給他一大堆東西 回來他說 他一開 底盤還有聲音 他有給我看那個 當初他傳給他的訊息說 要幫他換什麼東西的那個訊息 我一看 欸 啊這些東西都換過 正常應該 底盤不應該再有聲音了 他說他一開回來就有聲音了 所以又回去找他 然後回去找他 好了好了好了你又可以牽走了 然後結果後來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去查 發現他 幫他換的 並沒有全換 大概他清單裡面一半的東西而已 後來他又跑回去那個修理場 要找他的時候 修理場的人跟他講說 喔沒有啊那個不是我們這邊的人啊 他沒有在我們這邊上班啊 然後 他覺得奇怪 結果後來他說 啊他也知道說那是砍高啊 砍高啊就是他在外面齁 找到了一隻羊 然後就拖來這邊宰 那就叫修理場說 ㄟ你幫我換什麼什麼什麼 後來那個車主一直爐爐爐爐 修理場 動不住 就只好把 真正有幫他修的東西的工單給他看 結果他一看 那工單才 一萬多塊而已 他才幫他修了一萬多塊的東西而已 然後他跟他抱四萬多塊 然後那個人 從頭到尾也不是在那間修理場上班 他只是把你 帶去那間修理場修而已 好不好 大概就是這個過程就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他就一直找這個人 然後我跟你講 騙子很厲害 你一直找他一直找他 他永遠都會理 他說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幫我處理 你沒有幫我換啊 什麼什麼 他說 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醫院 不好意思 我糖尿病 我身體不舒服 我等一下出醫院 我再跟你講 然後過一陣子 又沒打 沒回 又找他 又打給他 我跟你講 我兒子常病毒 我現在在醫院 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覺得 很厲害 就是騙子 永遠都會講出一些 讓你覺得很不可自信的理由 所以他 整個機會 都出事了 都破片了 他老婆也 也怎樣了 他自己也怎樣了 他兒子也怎樣 就是 反正就是一直拖 一直拖 一直拖就對了 拖到最後 車主受不了 就去告他了 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那個 當事人 有 有跟我交代 就是說 教大家說 他 跟我們講說 他現在整個 事件案件的處理的方式 然後 請我在這邊 齁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 他就是直接 齁 打165 165就是這個 反詐騙專線 反詐騙專線 你打去之後 你就可以告訴他這些情形嘛 那你告訴他這些情形之後呢 這個反詐騙專線裡面 他就會請你到你們 要離你最近的派出所 你方便的派出所去報案 那165這邊 一接受到訊息 你報案完成之後 這個 這個人 如果查到的話 你匯款有帳戶嘛 因為他都匯款給他的 那他就會先把這個帳戶做一個 凍結 他帳戶凍結之後 那你就要開始 你可能要收集一些資料 比如說 他是收集一些LINE的對話記錄啦 修理的工單 他去原修理廠拿出來 不一樣 就是沒有修這麼多的工單 反正就去告他就對了 那他現在就會變成說 他的帳戶被凍結 啊凍結他就沒錢了嘛 因為騙錢他就是要錢 啊你又 他錢又拿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 公啦 有沒有 那找到人之後呢 就會去這個 檢察官就會開庭 檢察官開庭的話 就是先 可能是和解庭 可是像這種詐欺 有一點像公訴罪 是公訴罪 所以就看他們後續怎麼談 和解是一回事 但是公訴罪是一回事 這是兩個是分開的 你就算和解 你還是會被 還是會被起訴 我記得不會封鎖他所有帳戶 你匯錢進去這個帳戶是會凍結的 但是他其他的帳戶會是警示戶 應該是這樣 不過要拖一點時間啦 好啦 反正現在就走入司法程序 那車主也很熱心 他也跑一趟到我店裡面 跟我約了時間 然後小師哥 我知道你很忙 你有沒有一點時間 然後我想跟你講這個 我被 被騙的這個 這個情形 狀況 然後他就來 然後分享 然後請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 其實我自己也有加入一些車友群組啦 還有社團啦 等等 那在裡面 有時候你們買賣東西都要特別注意 像我自己會加入 比如說球鞋的 賣球鞋的社團 那就常常會看到一些 賣球鞋的糾紛嘛 錢會人拿不到東西啦 然後問他說 阿這個球鞋是不是贈品 他說假衣賠五 對不對 結果寄來六雙 直接就賠你五雙了 好 類似這種 騙人了 不過這個時間是蠻 要拖蠻長的啦 對啊 因為法院案件也多嘛 所以他們這個 整個過程 可是車主有跟我講說 其實他本來是 過得很壓抑的 因為他覺得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他也很不想跟這個人再繼續一直在催他 還錢 催他處理什麼 有時候找得到 有時候找不到 阿找到理由又一大堆 所以他就決定說 報案 然後他就講說 報案完齁 他整個心情就比較舒 舒坦 那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比較踏實嘛 有一個出口了嘛 好 要不然你被騙了 你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每天都過得很屋準嘛 所以他說 蠻強烈的建議 每一位有聽到我們這次直播的消費者 你如果遇到這個事情不用 他說其實不困難 他有講 其實不困難 因為他本來一直在想說 阿這沒多少錢 幾萬塊 兩三萬的東西 然後要不要去告他 要不要 告他要不要花很多錢 其實他那時候這個問題要思考很久 可是他後來發現 其實阿 有很多的車友都有受害過 其實他有跟我講這件事情 可是他去尋求這些人 請他看要不要作證阿 要不要怎麼樣之類的 那些人 他說大部分都 九成九都說 阿算了 沒多少錢 他說 阿 雖然拖了兩三個月 可是他錢最後有還我 算了 他發現每個人都覺得說 那個金額不高 然後就會放棄去提告 他是覺得說 提告沒有想像那麼難 他本來想說還要請律師 什麼要花很多錢 阿怎麼辦 我怎麼去告他 那他有跟我強調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其實像這種公訴罪 你根本就不用請律師 因為檢察官就會幫你處理 那是他 他請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沒有你想的那麼可怕 我就說 你們記得 如果有加入一些社團 你們自己要去 注意這些事情 那我要把這個事情 延伸到二手車 之前講過很多次了 很多人都覺得說 阿我沒那麼倒楣 買到事故車 我沒那麼倒楣被騙阿 我沒那麼倒楣買到 調表車啦齁 大家都說 沒那麼倒楣 然後被騙了之後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 到了現在 買二手車還有人在受騙 那我怎麼把他講的二手車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過了 二手車為什麼還會有 還是會有 現在當然我覺得 應該比較少了 那為什麼現在還會有一些 人敢賣事故車調表的車 因為 我講過 他有好幾個關卡 第一個 你買了之後 他賭你會不會發現 假設他調表 假設他賣一台車調表 二十萬調成十萬賣給你 賭你回去 會不會發現調表 這第一關 第二關 你發現了之後 會不會回來找我 假設你發現了 你回去找他 說 欸 這台車我去查 里程應該是二十萬 你調成十萬 你要怎麼處理 好 你來找我以後 我不甩你 你會怎麼樣 好 不甩你 或者是說 用那種 剛剛那個 中導講了 喔 什麼贊堂 什麼有的沒的 幫你搶小搶拼 看你會不會怕 這第三關嘛 對不對 那你不怕 你繼續來 消保官的記來 好嘛 消保官 消保官其實 我坦白說 消保官只是一個 調解的單位 他不是法律的單位 所以 好啊 消保官既來 我就去啊 去談啊 談看看 什麼和解 啊 和解你說 喔 我要你賠我十萬 他說沒有 我只有八千而已 對不對 啊 和解失敗 好啊 和解失敗之後 再來看你 會不會告我 那第五關了啊 啊 假設你真的告了 純正信函來了 也是第五關 啊 第五關再去法院 還是有和解庭啊 再和解 對不對 啊 第六關才是真的上法院 啊 真的上法院 你真的會贏嗎 對不對 他就賭嘛 好啦 那真的上法院 你贏了 最慘是怎麼樣 以民視來說啦 我們先以民視來說啦 我就是 了不起我賣你 三十萬 我就是全部 渡還給你而已 我有可能賠三百萬嘛 應該沒有機會嘛 這最慘最慘 可是通常 專業的 車商 不會讓你到最後一關 他可能覺得你很執著 你真的要告他的時候 他會去看你的表現 你的堅持度到哪裡 齁 那個目色很好的嘛 他如果覺得說 欸 你到消保官這個 你純正信函來 你可能真的認真的 他就跟你協調了 在這邊就解決掉 他其實很少會弄到 法院那一關啦 坦白說 很少很少 然後剛剛有講 新聞播出 雜電砍了 我告訴你 新聞會播出 會發生那些事情 齁 只有兩個狀況 一種就是啊 這個 車商 目色不好 目色不好就是什麼 他看錯了 他判斷錯誤 他以為這個客人 很好處理 結果不好處理 那第二個狀況就是 那個車商他覺得自己 後台也很硬 不然大家來拚看看 你說要來講點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會發生被雜電這種事情 通常就是 有結怨了啦 你要跟我大小聲 我也跟你大小聲 誰怕誰 大家都覺得自己 比較 比較屌 大家都覺得自己後台硬 硬碰硬 才會發生這種雜電 可是那個都很少了 其實那個都已經到 很後期了啦 那正常厲害的車商 前面就可以 搓湯圓就搓掉了 因為就跟這個 今天 受害的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朋友一樣 他也是 被弄到不行了 他才去告 其實如果前面 你這個嗅覺 騙他的人 嗅覺好一點 前面稍微處理一下 搓一下湯圓 搓掉 這件事情就沒了 再來第二個 大部分的人 覺得金額不夠高 也就算了 所以他才會一片再騙 他才有辦法一片再騙 因為其實 這個車主 被騙的這個 朋友收集很多的資訊來 他說 其實他從2013年 這個人就到處在各個社團 就是流竄 甚至還有什麼 跟人家收了保險費用 沒有幫人家投保 這個 沒有投保這個以前 以前比較多 以前很多那個新車 舊車的業務 滿常幹這種事情 他就跟你說 你要保秉事 秉事隨便也一萬多 收了錢說 好我幫你投保 然後沒有投保 阿你沒事情 一年你都沒出過保 一年過了 他這個錢就賺錢 等於他跟你對賭 你知道嗎 就跟以前賭職棒吃牌的意思一樣 人家跟你下完 你應該回報給主頭 阿你不回報你吃牌 你吃牌就是怎樣 輸了你要自己處理 阿贏了你就吃掉 這是以前有沒有吃牌 像這個明路 講的沒有錯 這個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 分享 原廠認證中古車 我跟你講 他們就是中古車商 你不要以為原廠認證的中古車商 就是原廠的喔 當然每一個牌子的這個結構模式不一樣 但是某一些原廠認證的中古車商是什麼 你知道嗎 比如說 我舉個例 今天馬自打來找我說 小絲汽車我覺得你不錯耶 那我們要不要合作一下 你來幫我處理這個原廠認證中古車的部分 掛我們馬自打原廠認證中古車 然後是小絲你來操盤 然後我們 所有營業所裡面 有客戶買賣車 都由你來處理 然後這個中古車部 賺的錢我們怎麼分 談好 所以其實你看到很多 所謂原廠認證中古車的中古車 操盤的就是什麼 中古車商 所以其實 就是中古車商 你 你不要以為他只是掛了一個招牌 也許 也許他有一定的這個 限制力 原廠有 有一點 會有一個規範在 可是他就是 他就是中古車商 唯一一件事情 你要注意就是 想讀保固書 為什麼 像剛剛的方向肌肉油 它是什麼 消耗品 對不對 你去跟他盧 欸我跟你買了 怎麼方向肌肉油 你都不理我 保固書他就拿來 給你翻開 不好意思 這個是 不保固的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自己狗無塞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原廠認證中古車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沒有問題的 但我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對 只是說 在有一些這個 耗材 的認定上面 保固的認定上面 足不足夠 要去看他的保固書 還有第二個 原廠認證中古車不是真的原廠認證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因為我以前有聽過 坦白說 我有聽過一些消費者說 原廠認證賣給他一些 換過板件的車 但是這個東西 我不能亂講 這個是我是聽到 消費者給我的反應 但是我不能 我自己沒有親身的 看到我不能講 原廠認證 有賣換板件的車 沒有講 我不能這樣子說 但是呢 我認為原廠有一定的 形象在 所以他可能不敢 對你做太過分的事情 比如說去 吃定你 吃你的定金 或者是去詐欺你 用很低價騙你來 然後 釣魚的這種 銷售方式 或者是強迫你 一定要買的這種 比較脅迫性的這種 銷售方式 或者是說 賣你調表車 事故車 不告訴你 我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誇張的是 應該不至於發生在 原廠認證中午車 雖然是外包 但是 還是有一定的強制力在 因為還是要顧一下原廠招牌 但是呢 至於這個保固的內容 詳細與否 那這個東西 每一間就不太一樣 我還有提醒各位說 現在很流行 新車很流行說 保固期到了 然後問你說 要不要加保 延長保固 有沒有 延長五年 延長八年 再加多少錢 那大家要記得喔 延長保固的這個手冊的內容 保固的內容 跟你新車的保固內容 也不一樣 所以你們要延長保固 要買的時候 你們要去注意 要去留意 內容是不是一樣 那我看大部分是不一樣 比較沒有那麼詳細 比較沒有那麼詳細 就算你新車延長保固的內容 也沒有那麼詳細 也沒有當初新車 第一次的保固這麼的詳細 有蠻多的耗材都 都已經把它剔除掉了 還有他讓你延長保固 他也不是白癡啦 你時間到了 修理廠 幫你檢查 覺得你車顧得不錯 他才會主動問你說 你要不要延長保固 講難聽一點 他如果弄一弄 看你的車很爛 他也不敢跟你延長 對不對 iMAX有特別注意哪些東西嗎 iMAX我跟你講 水路的問題要特別注意 然後 我有遇過 iMAX的變速箱有問題 尤其是2010年 左右的那一批 2010年的那一批 注意一下 他的變速箱要試一下 Tierra 要注意什麼 沒有啊 Tierra其實問題很少 Tierra好久沒賣了 Tierra的問題是什麼 油體殼肉幾乎老了都會 我跟你講 Tierra的車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 他有時候開一開會閃那個OD燈 那那個OD燈 其實有很多人會誤以為是變速箱壞掉 然後會造成你換檔燈挫很大 可是通常 可以經過換變速箱油的濾網 還有換車速線 可以得到 可能可以得到解決 還有一個Tierra的水路要注意 水棒補啊 水箱 喔水箱 他水箱很容易時間到就漏水 Tierra一旦 引擎充掉 你看到他溫度上來 基本上引擎已經充掉了 那就是老式的傳統的溫度表 比較討厭的地方 我說的不準確 通常你等到Tierra 你看到他溫度表上來 基本上 10台有9台已經充掉了 手煞車拉不僅是合情合理的 在Tierra來講 他的分棒也很容易 咬死或是壞掉 分棒也很容易壞掉 也有蠻多人 問我說 我可不可以 小四哥因為我在 新竹 我在台中 我在台南 那我可不可以 匯錢 先匯訂金給你 把這車訂起來 那我跟大家分享 線上收訂金 還沒有 客人還沒有看到車 收訂金這件事情 在中古車行 是一件很屌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 我跟他講 我很有實力啦 我的客人 電話講一講 賴一賴 訂金就會來 三萬五萬就會來 我很秋條 我跟你說 我做生意 厲害的啦 這個在車界是很屌的一件事 但是 很不好意思的是 我 小四 不收 你沒看過車 會給我的訂金 聽起來 這個在同行講會被笑 怎麼會有人要匯錢給你 你不要的 我跟你講有就是我 因為畢竟齁 我覺得 東西是二手的 不是說我們對我們的產品 沒有信心 而是我認為 再怎麼樣他都是二手 就算他是全新的 我覺得你也要看過 真的啦 有些新的對不對 來 你去看新車 看完你去檢查交車 欸這沒什麼一條線 這怎麼刮到 對不對 我還遇過 我看過人家交新車怎樣 客戶尿什麼 新車在點交的時候啊 那個電軸畫鏡折起來 不同步 就是 折起來的時候 一個已經到了一個 慢了大概半秒 至一秒才到 客戶就說 我不交車了 你這要給我弄好 你這兩個護照鏡不同步 所以我認為 就算是新的 你都必須要看過東西 檢查過的東西 你再買 所以 我不管說 有很多真的 啊其實齁 我跟你講啦 這也是經驗的累積 我們也是被客人弄到 不要不要 有的客人齁 我跟你講一定有這種人 我不知道你 如果線上四百多人 你們有做服務業做生意的 一定有這種人 說沒關係啦 小時候我相信你啦 你說的齁 沒問題我回給你啦 齁你留給我 齁 這台車留給我 啊我拜三來給你看 我跟你講 人來了之後齁 你就知道有 多難處理了 啊我們被客人弄到最後 我也很煩欸 我也很賭 賭氣欸 對不對 啊不好意思 那我錢還給你 大家沒有輸贏 好不好 因為我跟你講過 你來看車再買 Sam講對了 越阿薩利的越激巴 專業 那是你講的齁 不是我講的 我不會 每個客人我都覺得好棒 我非常的非常的 尊敬我的每一位顧客 我們是這個 以客為尊齁 鞠躬 差三度就九十度了 好不好 我們鞠躬八十七度 啊差了那三度 是因為齁 我這個老了 筋比較硬 彎不下去 所以只能八十七度鞠躬而已 好啦反正就是齁 想跟小獅買車 那有機會 來看過車 試玩車 沒有問題 滿意 對不對 看到小獅爽 小獅真的跟影片裡一樣 這麼好相處 你再買 我要跟小獅交朋友 你再買 對你如果看到本人 欸還好捏 小獅好像沒有 影片上看到 這麼好相處 這個月的業績完了 對 那你就不要買 今天有個老客戶 他開一台05年的 Focus 來看11年的Fiesta 他看完 然後我問他 我說啊你 因為是 阿漢帶 小菜帶的 我說啊你換 你看怎樣 他說很喜歡啊 然後我說 那好 那你是看哪一台 你要換哪一台 他Focus要換Fiesta 我說你白癡喔 那你不如不要換 他說欸 啊小獅我只想說 這個車也老了 換新換新的 我說你幹嘛沒事 懶怕換個爬籃 你要看你也看看FIT啊 對不對 看看馬三不一樣的東西 那個才叫換新嘛 對不對 啊你從你 你太太 換成你太太的 妹妹這樣幹嘛 喔比較年輕喔 對也是也是對啦 呵呵呵呵呵呵 沒有我就覺得 對不對 既然要換了 不要換同家人嘛 不是啊 你Focus還比較舒服 對不對 Fiesta還比較小 Focus開起來 馬力還比較大 Fiesta還比較小 阿你懶怕換怕幹嘛 阿都福特的 我就叫他想想 我說你回去想清楚 我覺得你要換個馬三化FIT 比較有感覺 反正我覺得這個 車齁 你們回去是好幾年的事情 要選對了 真的要選對了 190換130OK啊 你如果跟我說你有那個情懷 有些人就喜歡年紀大的 好啦 那最後喔 我還有一個把獎王 我們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10點多了 大家都不用下班 最近都加班 最近都加班 有很多朋友在問那個代標 代標跟那個外匯引進 所謂的外匯引進就是 你只看到照片 然後你要先給他訂金 然後他幫你引進 然後引進到某個 像買房子一樣嘛 他到了海關 出關買好了 你要給他擠趴 然後到 到這個 進來台灣你要給他擠趴 驗車你要給他擠趴 等等的齁 上個禮拜就遇到有人代標 發生問題齁 那我在這邊再一次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還是跟大家講 不是說每個代標都不好 也不是說 每個外匯引進的都不好 就是很多 就是他提供一些什麼 Cartafix的報告 啊Cartafix我告訴你 那些什麼印文的啦 你們又知道原版的Cartafix是怎樣 我跟你講認真的 你如果有真的看過Cartafix的 那個paper的話 你就會知道那個要仿照 要修改有多容易 那個paper要修改非常的容易 所以 我先不管 有一些在買賣代標車 外匯車 會給你一些paper看 然後叫你付訂金什麼 我幫你標 我幫你引進 那我在這邊講 前提 我不是說每一個代標 每個引進的都是不好的人 只是說 如果消費者你們 不懂得如何分辨好跟不好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買東西 買你眼睛看得到 你碰得到 你試得到的 好不好 不要去什麼代標了 真的因為代標 我會接觸到 反應到很多 不好的一些案例 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分享 你要買外匯車 你看得到這台車 你看它的配備 看它內裝的氣氛 你可以聞得到它裡面的味道 好 有沒有鮑魚味 有沒有煙味 有沒有這個阿貓阿狗的味道 你看得到東西 試得到東西 錢給它買走 這樣子危險性是不是就降低很多 當然還是有可能被騙 對 就是考慮有在電 寧願貴一點 有人說 外匯的比較便宜 我告訴你 你真的引進到整個辦出來 我講真的 你讓人家賺個五萬塊 十萬塊 十萬塊好不好 真的你不會少一塊肉 你為了這個 省這個五萬這個十萬 你有可能 訂金都被弄走 你有可能訂金被弄走 你何必去冒這個險 萊茵可信不 萊茵對於車體結構 我覺得是 它做的詳細 但是我 我坦白說 它對於耗材的部分 基本上 項目不夠 檢查項目不夠 有沒有 有一個就出來說 代標結果價格被灌水 我今天我不要代標 我買CRV 我不用代標 我找到 看到我要的CRV 年份也對 顏色是我要的 去現場看 看到東西了去試 去體會 再買 二手車商不給試車 你就不要跟它買 它連試車都不給你試 你幹嘛跟它買 你今天到 Lara Joteno 到Net 那個 UNIQLO 對不對 欸 這個 可不可以試 它說啊不行 你不買 不能試穿 那你要跟它買嗎 對不對 又不是要網購 我都已經到現場了 不能試穿 啊不能試穿 幹 你買東西 買這麼巧 不賣 全世界只有你有車 所以 中環講說 對啊 不是說不要買 全世界又不是只有你這一台 有用IG的去追一下 我跟你講我決定了 我決定以後我的IG KKE988 我決定 我的IG以後 我要 用一些 我要PO一些 粉絲頁看不到的東西 對 例如說我的 我的 挖鼻屎的啊 對啊 或者是谷溝啊 對不對 泰山今天內褲穿什麼顏色啊 對啊 沒追蹤的快去追蹤 沒有啊 有人說汪汪有去美容喔 沒有 沒有 啊這老頭子來去美容浪費錢 換心欸 對不對 沒有啦 好 沒用的沒關係 我決定 IG 以後就處理 處理 粉絲頁沒有的東西 我決定這樣處理 好啦 大家晚安啊 大家晚安 下班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